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 我们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健康问题 白宫证实拜登曾在今年1月接受神经学检查 并已写入2月公布的年度体检报告中 这一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最后 印尼哥伦达洛省一座非法金矿附近发生山泥倾泻 导致23人死亡 35人失踪 由于桥梁倒塌和持续大雨 救援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周网 台中市周三10日 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碎的母女坠楼悲剧 一名44岁的中学女教师林姓女子抱着年仅2岁的女儿 从住家大楼的12楼坠下 当场身亡 事发时 林女的丈夫带着长女出国不在家 据警方初步调查 排除了外力介入的可能性 但详细原因仍在进一步釐清中 林女一家四口住在该栋大楼的三楼 她在42岁时生下小女儿后疑似患上产后忧郁症 近期情绪状况不佳 夫妻俩曾发生争吵 案发当天早上 林女原本应该将小孩送给保姆照顾 但保姆一直等不到人 赶到林女家查看时 发现母女双双坠楼 吓得立即报警 警销到场后调阅监视影像 确认林女抱着女儿从12楼坠落 林女因教学认真受学生欢迎 去年请育婴嫁留职停薪 即将在8月1日复职 其丈夫是中部某大学教师 近日因私人行程带长女前往美国 远在高雄的林女母亲得知噩耗后赶赴台中 男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痛哭失声 星周网 白宫周二证实 总统拜登曾于今年1月17日在白宫接受神经学检查 检查结果已写入2月公布的年度体检报告中 白宫新闻秘书上皮埃尔在记者会上曾不准确地表示 1月17日的会面与总统健康无关 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美联社根据白宫访客记录提出询问 著名帕金森病专家坎纳德与白宫医生奥康纳的一次会面 是否与总统本人有关 根据记录 这次会面是去年7月至今年3月间两人的唯一一次会面 由于坎纳德在此期间曾8次访白宫 引发外界密切关注 尚皮埃在声明中澄清 奥康纳与坎纳德医生1月17日的会面 确实是为了体检 总统曾为体检见过坎纳德医生三次 每次检查结果都已向大众公布 这并不是白宫第一次发表声明澄清 关于拜登健康问题的传言 香港电台报道 印尼哥伦达洛省一座违法金矿附近发生了致命的山泥清泄 灾难已造成23人死亡 35人失踪 事件发生在上星期六 当地波尼波朗哥县遭受暴雨袭击 山洪和山泥清泄冲毁了一个村落 救援工作面临极大挑战 由于桥梁倒塌 车辆无法进入灾区 救援人员只能徒步前往 尽管恶劣天气持续 搜救工作仍在艰难进行中 部分遇难者是附近非法金矿的矿工和经营贪荡的村民 灾区的复杂地形和持续降雨使得搜救工作更加困难 救援人员不懈努力 希望在废墟中找到更多生还者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菲律宾空军首次在60年后派遣战斗机前往澳大利亚 参加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联合军演 这次名为七黑24的军事演习在澳大利亚北领地举行 参与国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等 演习旨在提高各国空军的合作能力 特别是应对复杂的空中和地面威胁 演习指挥官皮特·罗宾逊准将强调 这次演习为菲律宾空军提供了宝贵的训练机会 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菲律宾正在努力提升其防御能力 增加国防预算 现代化其军事装备 以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态度 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合作 不仅增强了彼此的军事能力 也显示出菲律宾在区域防御策略上的坚定决心 星岛日报 日本近日高温逼近40摄氏度 一周内有近万人中暑 许多人选择使用手提风扇来应对高温 但专家警告 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 使用手提风扇可能会适得其反 Elecom公司指出 手提风扇在高温下吹出的也是热风 这不仅不能降温 反而会加速皮肤表面的汗水蒸发 从而增加中暑的风险 建议在使用手提风扇时 可以搭配湿毛巾或湿手帕 利用蒸发冷却效应降温 Elecom还提醒 手提风扇跌落后 可能会损坏内部电池 带来火灾或爆炸的危险 星洲网 一名21岁的中国女游客 在日本靖岗县夏田市白滨大滨海水浴场游泳时 被大浪冲走 幸好她身上有游泳圈 36小时后被途经的游轮发现并就起 她的朋友发现她失踪后立即报警 海上保安部在距离失踪地点 约80公里远的千叶线近海发现了她 当时她有脱水症状 但意识清晰 没有生命危险 霍伦发现她后发出求助信号 游轮船员跳海将她救起 随后海上保安总部派直升机将她送往医院 据悉 她不需要住院 星洲网 韩国中青道 全罗道等中南部地区 遭受暴雨袭击导致五人死亡 一人失踪 暴雨引发房屋被淹 民众被困 山洪泥石流等灾情 全罗北道群山势于青岛的每小时降雨量一度达到146毫米 中青南道也超过100毫米 创下气象观测史上的最高记录 行政安全部将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暴雨危机预警升级为警惕级别 暴雨导致2585户共3568名灾民临时疏散 391处公共设施和146处房产受损 969.2公顷农作物被淹 截至当天下午5时 中南部地区的暴雨 特别预警已全部解除 星洲网 在泰国必差问府农派县的帕萨瓦林寺 一场原本无害的包袱 剪刀 锤子游戏竟然演变成惨剧 21岁的僧人班塔万在游戏中打出剪刀手势 而对方安安则亮出锤子 但安安竟然真的拿起一把锤子猛击班塔万的头部 将其当场砸死 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安安处于吸毒后的迷幻状态 尿液检测 结果呈阳性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进一步调查发现 整个寺庙的僧人都在吸毒 警方与当地官员 村长合作 对四名涉案僧人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和尿液检测 结果发现他们均涉毒 星洲网 在美国纽约州雪城汉考克国际机场 一架商业航班在即将降落时 另一架飞机却正从同一跑道上起飞 两架飞机几乎是擦身而过 险些发生碰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言人在新闻稿中表示 这起惊险事件发生在周一上午11时50分 北雪城警方的摄像头拍到两架飞机 在空中相距很近的视频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具体距离 但一名警察满脸震惊地指着两架飞机 空中交通管制员指示PSA航空公司5511 在雪城汉考克国际机场复飞 以避免与正在起飞的飞机发生碰撞 初步数据显示 两架飞机在垂直方向上的距离接近625尺 最终两架飞机安全完成飞行 FAA尚未将此事故归类为险些相撞 星周网 英国赫特福德郡不喜地区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残忍虐杀案 一名母亲及两名女儿在家中 被人用十字弓逐一杀害 警方消息指出 三人一先被凶手绑起 再用十字弓杀害 而凶手身份移为其中一名女儿的前男友 三名死者分别是61岁的母亲凯洛 28岁女儿哈纳 与25岁女儿路易斯 她们于9日晚上被发现死于家中 警方相信这是一起具针对性的案件 并发布声明称 9日晚上约70街报抵达现场时 发现三名女子严重受伤 不久后便告死亡 警方彻夜追击26岁男子克里福德 并公开其照片 提醒公众发现旗下落实不要接近 而是立即报警 因为她可能持有武器 克里福德是路易斯的前男友 明报报道 美国民主党重量级人物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敦促总统拜登尽快决定是否连任 佩洛西表示 拜登的决定时间已经不多了 尽管她在上月的首场总统大选电视 辩论中表现不佳 引发一些民主党人和金主要求她退选 然而拜登坚称她将继续竞选 佩洛西在接受MSNBC采访时强调 无论拜登做何决定 他们都会跟随 与此同时 和理活影星佐治古尼 George Cooney 在纽约时报上撰文 呼吁拜登退选 认为顶级民主党人及其他候选人 需要请求拜登自愿退位 这一呼吁表明民主党内部 对拜登的候选人资格存在分歧 同样来自明报的报道 三星在法国巴黎发布了两款新一代折叠式手机 Galaxy Z Fold 6和Z Flip 6 以及两款智能手表和两款真无线蓝牙耳机 这些新设备首次引入了人工智能 AI功能 并在五大AI应用上进行了优化 Galaxy Z Fold 6和Z Flip 6的亮点 在于其AI功能 包括搜寻圈可以解答数学题 通话即时翻译功能支持LAN等通讯软体 新的绘图助理 可以将手绘涂鸦生成实际图像等 三星还提升了AI笔记助理和智能影像编辑功能 使用户体验更加便捷和智能 特别是在通话翻译方面 Z Fold 6的双面翻译窗和聆听模式 为用户提供了如同随身口译的便利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在华盛顿出席北约组织峰会期间 重返美国国会山拜会两党议员 感谢美国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提供的1750亿美元援助 泽连斯基会晤了参众两院两党领袖 和涉及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和预算的 国会委员会领导人 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表示 这项使命非常重要 美国必须力挺乌克兰 在美国总统大选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试图降低特朗普 可能当选总统后的影响 呼吁共和党重量级人物 给予更多支持 他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 强调美国总统 必须毫不妥协地捍卫民主和反对普京 泽连斯基希望 无论谁当选总统 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不会改变 星岛日报 美国白宫宣布 与墨西哥联手推出新禁令 阻止中国制或其他国家的钢铝制品 通过墨西哥洗产地后进入美国 新措施要求 所有进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钢铁 必须在美、墨或加拿大融化和交注 才能享受免税优惠 否则将课征25%的关税 旅产品则不得含有在中国、俄罗斯、白罗斯或伊朗 野链或铸造的园铝 否则将被征收10%的关税 拜登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墨西哥以同意要求跨境钢铁产品、进口商 提供产品原产国的更多信息 以共同防止逃避钢铁和铝关税 并加强北美钢铁和铝供应链 星岛日报 英国警方在伦敦一处民宅发现三具女尸 证实是BBC马平原亨特的妻子及两名女儿 怀疑是有预谋的杀害 案发于周二晚上 附近居民听到尖叫声后报警 警方在现场发现三名女性重伤倒地 不久后死亡 警方指出此次是有针对性的攻击 凶徒使用十字弓失袭 可能还有其他武器 警方正在追捕26岁一犯凯尔克利福德 她是亨特次女的前男友 警方相信她仍在赫特福德郡或北伦敦 呼吁民众如发现她应直接报警 附近居民对发生凶案感到震惊 撑当晚来了近十架警车和救护车 就像街上发生了爆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级别发生 toda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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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